七朵花成员宅宅逝世 享年35岁 6年前赵小乔婚礼合体成绝想 前售女友相团体 七朵花成员宅宅 日前传出离世消息 享年35岁 今天在台北第一殡仪馆举行告别式 七朵花特别置赠花篮 成员小节也到场送别 由于陈乔恩人在横店拍戏 老公代为出席 命运太最重要 全手工打扫 鞋量 心笑别的白不大爱 七朵花在2004年出道 由赵小乔 陈乔恩 小节 赖伟如 馒头 宰宰 王宇杰组成 原本的亲民团员在王宇杰 宰宰 馒头 先后退团 后期大多是以四人形式演出 也因为王子便青蛙爆红 宰宰则则是演过戏剧 喜结少年 爱上千金美眉 加油四千金 团体出道不到一年 因为和前男子团体 台风的成员偷肉传绯闻而退团 2004年淡出演艺圈后 宰宰嫁给圈外人老公 育有一子一女 这是宰宰全家人 嗨 亲爱的宰宰 出发一跳起来 大家有多久没有看到宰宰了 还蛮久了 因为宰宰平常在哪里 东东文 而且宰宰已经有两个小孩 好幸福 其实我们已经解散了 你知道吗 大家好我们是 七朵花 虽然七朵花最后四名成员 在2009年合约到期 单非解散 私下还是会不定期聚会 并且晒出合体照片 他们最后一次公开合体 是在2017年赵小桥的婚礼上 宰宰还带着儿女当小花童 谢谢七朵花 因为这是我的青春期 然后特别的谢谢斗哥给我们这个礼物 谢谢你 怎么说呢 希望我们老了还是在一起 但是呢去年赖维如 Po出录影照片 当时就少了宰宰 文中也透露 今年我们有四位居然不约而同的开刀 陈巧恩6月23号则在IG放上合照 写下永远记得你 永远爱你 疑似就是在缅怀宰宰 但她隔天随即删文 赵小桥经纪人表示 请留给宰宰空间 对于死因低调不愿多谈 我们 好不容易走到了现在 虽然中间吵过很多字架 但是我相信 以后的日子 我们还是会继续手牵着手 因为有你们 才能支持到现在 我们约好了 以后老的时候 要一起回忆这些美好的时光 谢谢你们 My dear friend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